在每一年的七一都有不少市民上街遊行 而每一年的遊行都有爭取盡快樂實普選這個主題 但是市民的聲音政府似乎聽不到 在今年終於有市民忍不住了 在七一遊行之後繼續留守在政府總部這裡 要求和特首直接對話 要求盡快樂實普選的方案要求民主 你們別拿來沒有數啊 堅持這裡 紮罰都變成萬元你們就向全報抓數 背影史文失靠 網上到失靠 報復 報復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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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強證去為它有市民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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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元爭會 道歉 大家可以拆開了 大家可以拆開了 每人打5個電話 發5個檢訊 叫10個人上來 我們今晚不走 發生團 不用說話 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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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2003年開始走 每一年都是習慣性 就是走完就走 就是走完幾個小時就走 其實我們發現 每一次七一遊行之後 就是前幾年 我們每個人就這樣走的時候 政府都不太理會我們那些訴求 就是直接遊行完了 只有一個吉 政府又不聽 我覺得這樣不是一個辦法 那個要留下的理由是 不想這件事就這樣結束 就是你每一年走 好像一盆水一樣撥出去 就沒有任何的後續了 提出的要求 甚至不會被政府拿去立法會 正經地討論 甚至不會見你 這些根本是不等 就是等完這個遊行是沒有結果的 就打個譬如 就好像捐錢給非洲兒童 那個感覺好像捐了自己一身輕 就好像類似人家放生 放了雨 買一個同情心 或者買一個善心 我覺得每個市民七一上街 其實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覺得 但是 就好像 是不是走了就算 沒有理由走了 沒有理由走了就算 我覺得 應該要留下說出自己的訴求 不可以說走了就期望有人做 不可以說我走了七一遊行 就期望有阿哥阿姐 去為他們去做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 他可以說自己的聲音 或者再直接說公民意識 應該會強一點 輕足難輸 根本就這個特區政府特首 或者很多都不是由我們選出來 我們都不會聽到我們的訴求 既然有這樣的機會 為何我們不留在這裏呢 我們都真是很希望 曾蔭權真的會來聽聽我們說的 因為我們香港是真是和平 我們不會抗爭 不會有什麼暴力 一定要普選 普選特省 和全面的立法會議席 今年已經回歸十二年了 其實看到整個社會 是沒有什麼進步轉變的 所以我想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是很多市民都覺得 受救這十二年 需要有一個很切實的改變的政府 才有市民有運行 簡單來說 你看一下政府不斷的自賣資產 或者將一些公營企業私有化 令到很多基層的市民民不聊生 其實政府正正常說創造就業 其實它很多的行為 其實就令到很多人失業 很多年輕人 即使是中年人士 根本都沒有一份可以安穩的工作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令到市民 可以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即是你做爸爸的 可能照顧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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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去面對我 所以我就會留在這裏 坦白說 如果你看到曾蔭權第一句說話 當然是下台 希望每次曾蔭權 要他下來直接對話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公佈 我們有這樣的訴求 即身為普通市民 有這樣的訴求 其實我覺得是很平常 譬如反而我會比較關心馬sir 我會覺得現在爭取民主 爭取自由 他們都有份 你看到其實 這個特區政府兩個特首 董建華要下台 其實曾蔭權也要下台 因為不是民選出來的特首 我們只是要求曾蔭權直接對話 我們沒有想過何時走 因為想我們會不會走 這個不是我們的責任 這個是我想警方 這個政府 他有什麼方法我不知道 我們很單純 留下等待一個直接的對話 等待曾蔭權一個直接對話